台湾清华大学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战列第三名 北京清华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 则分居第一和第二名 台湾清大由女队长王英杰领军 在这场以男性居多的比赛中 现场整合协调相当显眼 形成独特焦点 引起不少大陆参赛学生的注意 比赛结果也会在19号公布 亚洲大学生超级电脑大赛17号 在上海举行决赛 现场选手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 台湾清大特别派出女队长坐镇 带领男队员和各国选手厮杀 成为现场焦点 女生一定比男生细心很多 所以尤其像这一次的队长 就是女生嘛 所以在处理很多事情上面 就会多一些会对整个 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在我们来说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培养的学生还蛮出色的 而且他带队员带的特别的 有叫什么有纪律 然后特别的计划的特别好 王银杰在现场指挥若定 引起不少大陆参赛学生多看两眼 而这次超级电脑决赛 则是两岸清华大学首度交手 台湾清华第一阶段不敌大陆 占据第三 成绩当然我们会希望更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尽力 那其实也是在我们的预期之内 毕竟比赛当中很多的变数 所以第三名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那两个队都能夺冠 天下清华一家 虽然大陆对战时领先 不过台湾队曾经在美国国际大学生 超级电脑竞赛中 拿过两次世界冠军 对于最后夺冠 仍抱持高度信心 中央社记者郑重申 上海报道